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要把这个函数 写成两个初等函数 它的复合函数 这样的话,这个没办法 这个的话,可以写成 复合函数 我们找一个来写 我就说,我y 等他f u u 这是一个初等函数 这是一个密函数 这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初等函数 然后呢,我也可以把u x的话写成 写成1-x 那这个就不是初等函数了 这1是初等函数 这x的二分之一 这个也是密函数 也是初等函数 这两个都是 这两个都是 初等函数 基本初等函数 但是呢 这个函数 它是两个基本初等函数 它的相加 所以没办法写成什么呢? 写成两个初等函数的 如果复合的话 那就还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初等函数 它的什么呢? 它的四者应算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 把它看成什么呢? 看成这个是 我就找什么呢? 找那个 z z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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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也没有满足它要求的 没有满足它要求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基本初等函数 这个是基本初等函数 没有错 但是的话 它没有办法写成一个单一变数 因为它要求要单一变数 要求单一变数 就是U 不能两个东西相加这样不行 所以这个就没办 那我们的话就是说 就是说 去掉它的要求 因为 这个果仁是它自己加上去的 而且的话 这个可能也是它自己加上去的 因为这字体 跟这字体的话呢 是不太一样的 我就觉得说 这一题的话呢 它可能只是 要你求什么呢? 求户函数 一般的户函数 要你求什么呢? 求它的那个 户函数 它可能没有 像这样要求这么严格 像比如说这样子 它也是可以 它可能没有这样的 要求 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就选择什么呢? 要求它什么呢? 要求它能够写成这种形式 所以F呢 Zx是这种形式 那 这种形式的话就不行 这种形式相当于 相当于F 然后呢 这里面有四者运算 Hx 那里面呢 加或减成为Zx 这种形式的 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就不要 我们呢 满足它的要求 让它这种形式 但是这里面的话 就没有办法 是一个 那个基本出等函数 好 那我现在的话 我现在的话呢 就什么呢? 就这个Y 等于呢 这个F呢 U 那U的话呢 我就选择什么呢? 跟号U 这是初等函数 然后这U的话 我选择什么呢? U 等于这个Zx 我选择是等于 这个多少呢? E-多少呢? E-X 好 那这样 U的话带进去 这个就等于多少? 跟号多少呢? E-X 那这样就满足了 所以我们现在答案的话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说要写入这种形式 写入这种形式 那写入这种形式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Y是这个东西 那U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建议的答案 建议的答案 不然的话 这个有很多种表示法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你不能做的 一会儿 我可以做的 谢谢观看